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至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多读一些他人的故事 《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常看常心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学习独立和爱 心智成熟的旅程非常漫长 只有自律才能获得自由 人生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问题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 为解决问题而努力 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就会不断成长 心智就会不断成熟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 在找到奶酪以前 练习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当新鲜变成枯燥 咬紧牙关的坚持 不一定会换来立竿见影的汇报 书里的奶酪仓库 按照现在的话说不就是舒适圈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被质疑和自我怀疑的时刻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选择做练习生 选择出道 就是我走出奶酪仓库的过程 长大后发现 它与我的预言是一样的存在 累了就去休息一下 就像放下的书 也有重拾的时候 穿上搁置已久的鞋子 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和向前的决心 让过去翻篇 让梦想继续 在追梦的路上 感谢那些书 陪我与新的自己 不弃而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